好的 主播 那画面上可以看到 有多名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 都坐在这个房间里面 大部分都坐在椅子上 但也有一些人是坐在地板上 那旁边还有几名是没有穿着制服的民众 这些是油田的工作人员 那这是在哥伦比亚南部的卡克塔省 当地的农村 有原住民纵火开枪封锁的通往油田的道路 要求这间在当地探勘的 中国大陆中化集团旗下的公司 出钱协助修复当地的道路 那民众的抗议手段十分激烈暴力 已经造成一名警察跟一位平民 遭到枪杀身亡 那示威者还挟持了79名警察 跟9名在油田工作的员工当作人职 那现场你可以看到 有些人是身上有受伤的 那还有人权组织的工作人员 现在是在当地呢 正企图为双方进行调解 那哥伦比亚总统是已经下令 国防部、内政部跟军警武装人员 组成联合委员会 去当地终结这些暴力抗议事件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把现场交还给棚内主播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